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的心识呢 我把它改为三元神学的第四堂 因为这个礼拜我们有一点事情 没有时间去录影神学的第四课 所以今天呢 在我们当中的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呢 就很惨了 因为这一个信识呢 不是一个好听的信识 是一个神学课情的信识 叫做西经学的应用 你听见这个题目呢 已经没有心情去继续听一下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需要 所以我就讲紧对你们讲 在西经学里面呢 我们用的是六个环节的西经学 不是很多人都讲起解经的 这个是最严谨的一种的西经学 就是说你要读圣经认为这个作者是写信给你 是你要用正义正面的讲法来吸收他要讲的东西 因为他不是要欺骗你什么 他去尽量地把他的心意对你讲 然后第一个呢就是那个亮光的层次 就是如果他这样就讲呢 当然里面会有灵意 但是你不可以把这个里面的亮光拖得太远 所以如果有人说 我看见有微微的阳光 你不可以的亮光想到 他就领受了伟大的启示 就是你不可以把那个灵意拖得太远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文法 我们用过一些的例子 就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文法 你会错解这个圣经 第四点呢就是历史 有些经文呢在有历史的背景 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历史呢 你也不明白他们讲什么 就好像如果我们说 外边下雨下的好像落汤鸡 普通话有没有这个字 就是人家都好像落汤鸡 所以两千年之后呢 人看的时候就不太了解 一定要明白你的文化历史才知道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历史上面的东西 然后第五点呢就是 typology就是这个预表学 就是圣经里面 特别启示录里面呢 有很多献祭书里面 有很多预表学的方式 最后呢就是经文的综合论 就是整本圣经你要解释一句 其他所有的经文的力量都追在你接触里面 就是好像如果你讲一段经文 所有的圣经的句子都在一同的支持着你 没有一句会反对你 所以这六个环节你通通把它应用在一起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细经学 叫做六环细经学 我们的三元神学所揣纳的 就是这个六环细经学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一个例子 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的 这是里面谈到女人要蒙头 女人要有长头发 男人不可以有长头发 女人不可以讲道 女人呢不可以讲话 所以这些经文呢就是 如果没有神学是很难解释的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书信 都是很容易能够 普通人都能明白 但是有一些的地方呢 如果你不用神学呢 你是没有办法去了解 并且呢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的问题 有几百个不同的看法 就不同的人 几百个 你上网你都可以找到几百个 树上找到几百个不同的人去讲 总括来说呢 是有三十多个 超过三十多个的解释 所以哪一个解释是合理呢 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点呢 很多的问题呢 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他们用的神学的西经学不一样 所以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在这个前三堂的神学的课情里面 弟兄姐妹就有一点的问题 所以你们不要担心 因为我们到第十堂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把所有的问题呢 整个课情里面的问题 你可以发过来 我就会通通的给你们解释 但其实呢 我在今天我把这个 三元神学里面的 六环西经学解释好 以后这几堂 我们会谈到这个 现实年论呢 预定论呢 有很多不同的论点 我们就用这个 六环西经学来分析 然后我们就知道 我们三元神学的 粘角点或者是落角点是在哪里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问我 那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前两个课 我们就讲到不同的论点 所以往后的课情呢 我们就用我们的三元神学的 细经学来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这样相信 因为正极欲怎么相信 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要用西经学来解释 为什么我们这样相信 然后如果你不认同我 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是神学里面 那种的心胸 就是有些地方我们可以不同意见 但是还可以比起的 在基督里面上来 不是因为我们的看见不同呢 我们就好像是 就是河水不犯井水 所以有人可不可以把软气开 扑到一点 现在就开始谈这个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首先 保罗是对一群人讲 他说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所以你就知道 后边要讲的 就是保罗怎么跟随基督的方法 所以你要听保罗怎么讲 跟保罗怎么做 说一个叫做 效法他 好像效法基督 然后第三节呢 保罗就带出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的 叫做权柄的原则 这是神是基督的头 基督是男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所以 这个不是一个等次的问题 乃是代表着一个权柄的气序 是一个很美的 在爱里面的气序 所以不是说男人就比女人有权柄 因为基督也没有用他的权柄来压架底下 基督爱教会为教会写命 所以基督是男人的头 所以基督是男人的头 什么 男人也要爱女人 为女人写命 这个是一种属灵戒盖的 这个戒序 这个属灵的权柄的戒序 就是属灵的戒盖 所以基督说 父不做的我不做 是吧 所以 男人也要 主不喜悦的我不做 要他们比一起的戒盖 所以基督呢 第四节的话 凡男人祷告 或是讲道 若蒙着头 就受入自己的头 凡女人祷告 祷告或是讲道 若不蒙着头 就受入自己的头 因为节奏 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然后呢 他就会谈到一个 女人要留长头发 男人不可以留长头发 我们待会会再 回到这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 第八节的 保罗要讲到 另外一件事情叫做 起错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 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这句说话 你要 你需要了解每一句话 你才能够了解整篇的说话 如果在整篇的圣经里面 有些地方你不明白呢 你基本上就不明白哪一节 所以就是西经学里面 如果你要解释一章圣经 你要明白每一节 如果有一节 如果有一节你不明白 你整篇其实都不会明白 就好像一个文件 如果在文件里面 有一些说话你不明白呢 其实你就不明白整篇的文章 你不可以说 我认识90% 那是 enough 如果你不明白任何部分 你不明白整篇的东西 这个就是原则 西经学里面 所以解一说什么呢 他说起错的时候 男人不是从女人而出的 这个讲到 creative order 就是创造的时候 我们知道所有的男人 都是有一个母亲 所以我们所有的男人 都是由女人而出的 但是第一个的亚当 没有从女人出来 女人乃是亚当的肋骨 是女人从男人出来 所以解你你看见 从这个创造的气序 保罗引出 为什么 就是 又是有一个属灵的解概持续 不是因为神重男性 情女 但是神在创造的时候 他已经把他的心意是什么 先有男人 然后才有女人 因为他预表是什么 先有基督 才会有教会 所以不是教会 生基督出来 乃是基督 从基督的勒骨 造出教会 所以这个是一种 属灵的气序 并且神 人就永远是用 mankind来形容人类 圣经里面没有用 humanity 就是用人类来讲 特别在注重这个 男人的 mankind 所以呢 第九节就说 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 女人来是为男人造的 所以姊妹听起来就不太好 不太舒服了 这是你的丈夫说 你是为我而做的 我不是为你而做的 我以前常常都在想 圣经说 什么 神 男人是基督的荣耀 是什么的荣耀 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就停在哪里 我们就问 女人的荣耀在哪里 所以 这个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 这里谈到呢 就是一个 其实就是 男人是 女人是为男人而造 其实就是说到 预表到 教会是为什么 基督而造 第十节 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 应当在头上 有福权柄的记号 第十节 这句说话就讲到 不是一个 是一个代表着一个 submission 一个的预表着 预表着这个 顺服 教会要顺服基督 基督没有顺服教会 但是 教会要顺服基督 所以 女人是从男人而出 她在头上 要带着一个 福权柄的记号 为了天使的缘故 这是不单只是为了人 不是单单为了你的 那个岳父岳母 女人的那个顺服呢 是为了神整个创造 要表明出这个顺服的权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谈一点的历史 你就很明白为什么保罗这样讲 哥林多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很多船都可以到的地方 Corinth is a place where it's like a busy harbor 所以呢在那个离开这个地方 那个现在的土耳其啊 这个伯末海岛啊 再过去一点 so it's away from Turkey and the Baltics and the Patmos 在过去还有一个Greece的地方 好像引导了这个希腊的地方 so and then further off is the Greece 所以有很多的地方的文化 都集中在哥林多里面 so a lot of cultures from different lands comes together in Corinth 在其中在Greece呢 距离近距离的Greece里面 有一个岛呢 叫做Lesbos there is an isle called Lesbos near Greece 里面所有的女人呢 都是同性乱的 all the women there are lesbians 他们就是Amazonian lesbians 就是好像Wonder Woman 拿去拿布电影 they are the Amazonian tribe 所有那些里面的女人呢 都是不喜欢男人 all the women there they don't like men 他们的女人呢 通通都是踢了头 好像陆冬庄 踢了头 all the Amazonian women they shave their heads 是代表着 这个Amazonian lesbos movement so it represents Amazonian lesbos movement 然后女人都是很强壮的 and women are very strong 他们喜欢打猎 打野猪 打很多野猪 但是他们打猎呢 还是用刀来打野猪 when they go hunting they use knives 你要用 要追这个野猪 要用刀来杀这个野猪 你就知道这个女人是多棒 男人都做不到的东西 so if people are hunting boars with knives you know how strong these women are 不是普通的猪 是野猪 很快的 normal pigs is wild boar 很凶可以咬死你的 they're very fierce and they're lethal 所以女人就很 很习惯地用刀来去 that's how they show their cool 所以这个就是历史的背景 so this i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并且呢 他们不喜欢男人 and they don't like men 他们管辖男人的 they rule over men 在哥林多教会呢 就有几一类的人进来 so in the church in Corrine there are these kind of women coming in 也信有主 and they believe in Christ so你想想看 so imagine 这个教会里面 虽然他信有主 但是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思想 觉得与男人是平等的 so in this church even though they have come to Christ but their culture the mentality they think that they're in equality with men 所以保罗就教导他们说 so Paul is teaching them 你们要效法我 好像我效法基督 so you have to be followers of me just like I'm a follower of Christ 现在在基督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属灵戒盖的持续 so now in Christ there is a spiritual covering order 不是要贬低你们 it is not to belittle you women 乃是告诉你 女人是从男人而出 but it is to let you know that women did come forth from men 女人也是为男人而造 and women were created for men 因为他们通通都是anti-men 都是把男人放很低的 然后呢 女人的不应该这样子的剃了头 and because these women are all anti-men Paul is telling them okay woman you should not be shaving your head 女人应该有长头发 women should have long hair so他们很大牺牲了是吧 so actually they have to sacrifice the women have to sacrifice a lot 对我们怎样子 如果保罗讲这些话 你们觉得没有问题啊 so if Paul is speaking to us we don't feel that it is a problem 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 lesper-amazonian movement 你就听起保罗讲的时候 你要流畅你的头发了 but if you're a woman in the lesper-amazonian tribe and you hear what Paul says then you have to grow your hair 所以初期教会里面的蒙头啊 so in the first century church covering of the hair 绝对没有记载 要放一个什么 根在头上 或者戴一个帽子 so the covering of the head was not referring to putting cloth on your head or wearing a hat 这个蒙头是代表着 女人的头发 this covering of head is actually talking about the growing of your hair 所以你了解 这个神学的细经 这个历史 so if you understand t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hermeneutic 保罗说到 女人的蒙头 when Paul is talking about the covering of the head 就是说 女人如果踢了头发 is that if a woman shave her head is that if a woman shave her head so the head so the head 代表着这个 顺服的见证 is that her head can not represent this submission testimony 因为在基督里面 女人是 是吗 是顺服的代表 because in Christ women is representing submission 证人他说 男人不可以 有流长头发 just like it's that men cannot leave long can not have long hair 我们有很多圣经 解经一下 但是 拿是 与 拿是 耳人 拿是 拿是 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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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是吧 so in the Bible the Nazarene 是吧 不剃头的 是吧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shave their head or cut their head 所以一定是长头发 所以 所以 这里是不是有一种的矛盾 其实没有矛盾 其实没有矛盾 这里讲到 是一个原则 如果你明白这个历史 明白保罗 是对着这一类的人谈 女人应该有长头发 男人不应该有长头发 这里讲的是什么 就是神对每一个 对男人女人 有这个specific gender role 就是神给我们有一种的 男女的不同的形象 It is saying that God has specific gender role for men and women and God has created each in its particular image 所以神 是吧 神喜欢男 好像男 女好像女 So God wants man to be man and woman to be woman look like man like woman like 但是 我们的桥楼呢 but our trend 就是 是什么 喜欢什么 不男不女 is androgynous 好像Michael Jackson like not men not women like neutral gender 就是你看上去的 他好像男 但是又好像女 like you see someone and you think oh maybe he is a she and just 世界上的眼光 oh that's pretty cool and then the world who thinks that's pretty cool and hip 然后你看那个女的 and you see a woman 但是他好像 也不是女的 oh but she doesn't look like woman 就是你要去 去猜一猜 他究竟是男性女 but you have to guess whether he's a woman or a man 这个是 世界上的一个的 很喜欢的桥流 this is a very popular trend in the world 所以有很多 很modern的人 他们都是 很feminine 但是又很masculine mixing so there is a lot of modern people who likes to be in a mix of masculine and feminine 但是神不喜欢这个 but God doesn't like that 神喜欢 一看你就知道 你是男 一看你就知道 你是女 God wants a man to look like man and woman looks like woman 这个是保罗讲道 教会里面的 神的旨意 so this is Paul talking about God's will and church 然后呢 这个十六节就说了 若有人要 想要辩驳 我们却没有 这样子的规矩 verse 16 but if any man seem to be contentious we have no such custom 神的众教会 也是没有的 neither the churches of God 什么意思 what does it mean 其实保罗讲的就是 if you don't agree with me you're out actually Paul is saying if you don't agree with me you're out 就是 don't try to argue with me if you don't agree you're out 神的众教会 都是听我们 这个道理的 God's churches all listen to this principle 神的众教会 都没有这个 argument的 God's churches 没有这个 这个辩论的 they do not have this debate so don't try to argue 这个保罗就讲的 很严肃的一个话 so Paul is saying that very strictly 所以我们有时候 在基督教里面呢 都会有一些的问题 so a lot of times we have questions in Christianity 但是呢 我最近这一两年 才经历到一些 特别奇怪的问题 今仍有人跟我辩论 是礼拜六安时日 还是礼拜天 什么主日聚会 like actually someone was debating with me whether we would have sabbat sardard or sunday 我就很仁慈地 跟他们辩论一番 but I kindly debate with them 又用时间跟他们 分析神学解释 and I spend time to explain theology to them 但最后呢 不同意我的人呢 还是不同意 but still in the end people who don't agree they don't agree 他们还是不了解 为什么在基督教里面 把那个安时日 改成主日 so they still don't understand why in Christianity the Sabbath is changed to sunday 所以你很简单 你看全世界的基督教 well it's simple you look at all the Christian in the world 他们是礼拜六聚会的 还是礼拜天聚会的 do they meet on Saturday or sunday 你以为只有你 礼拜六的安时日 才看得准 全世界的基督徒 都看啥了 是吧 so did you think that your Sabbath is right and all the Christians in the world are wrong 当然我就 我是很有爱心的 I have a lot of love 其实我应该用 用第十六节 保罗所讲的告诉他 actually I should use this verse 16 what Paul is saying to them 如果有人要跟我辩论 if anyone is contentious 就是没有解回事 神的家都没有 there is no such custom not even the church of God I can tell you 没有一个牧师 会跟你辩论这些事情 there is no pastor who would debate with you these things 就好像没有一个牧师 会跟你谈到 运行轻易 like no pastor would argue with you about the issue of justify by thing 这个牧师 会跟你谈 有没有天堂 有没有地狱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argument的 你知道吗 我现在六十岁了 在几十年里面 我讲过很多道 然后呢 我从来都没有 在讲完道之后 祷告说 我这个道讲得不好 因为我讲每一片心识 都是尽我的力 我把神感动我 心里面的话 讲得清楚 我就叫这样了 所以什么是 讲得好与什么 讲得不好呢 是不是我讲到 大家很开心 就是讲得好呢 或者我讲到 每一个人都 痛哭流涕 就很感动 就是好呢 如果我把神 托付我 讲得 讲得清楚 就讲得好 你们听众的反应 其实没有关系的 真实来说 如果我没有把神 托付我的讲得很精彩 你们都很高兴 这个道还是不好 所以前几个月呢 我就去华府里面 DC里面 所以有一个晚上 我讲到这个 两个见证人的时代 我是用夏加利亚 书哪里的两个见证人讲 怎么讲到 麦基史的等词 蛮深的一个信息 当然听的人呢 就不听得明白了 我感觉到 你们听得明白 听不明白 我很清楚知道 所以年轻人 如果你听得懂 我讲的话呢 你就是很棒 因为今天的心识 是一个神学课情 但是你们都很乖 听不懂都还是很流行 所以我讲完哪篇心识呢 我就祷告 我就很谦卑地祷告 我说主啊 孩子把这个心识 带得不完全 其实我带得很完全 我是很谦卑地说 带得不完全 求你用你自己的完全 来保满 卸免孩子没有能够 把你的话讲得清楚 其实我讲得很清楚 只是听人不够神学的水准来听 所以讲完之后呢 就有一些人 不是一个人 是有一些人呢 就开始批评我了 证据讲到已经没有灵了 因为他自己都说 他讲得不好了 是不是很神经病 我慢慢地学会 以后神的灵队都有说 你不要欠去地讲话 也不要把珍珠 调给狗来吃 也不要把圣物给猪来吃 因为他们不明白 这个属灵里面的谦卑 他也不明白 什么是好道 还是不好道 他们只会 反过来 咬你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保罗对 哥林多人的讲法 然后呢 我们就要看 哥林多前述十四章 是讲到的更严肃呢 就是 三十四节 妇女在会众要闭口不然 像在生徒的宗教会一样 认为不准他们说话 他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 他们若要学什么 可以在家里面 问自己的丈夫 因为妇女在会众说话 原是可耻的 所以解决说话呢 就是姐妹们一读到呢 就是 非常的不舒服 是吧 然后就是 你会觉得 如果我要问问题 都要在家里面 问自己的丈夫 当然 我们教会绝对不会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子呢 所有的姐妹就不会来了 其实呢 就是如果你看见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然后你才明白十四章 这个就是经文的 中和性的重要 你解不了一章圣经 如果你没有其他所有的圣经 如果你没有其他所有的圣经 Not a simple question This is not about asking questions or simple questions 或者一个简单的圣经问题 Or asking biblical questions 那你是问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一种的对抗性的 statement的 question The issue, it is pointing about questions that are challenging or debating 它好像说你说庆议与成圣 然后你就去辩论为什么一定要成圣 为什么我不能够成圣 为什么我不能够成圣就算 为什么我不能够成圣就算 这样子的statement question 就是这个不是普通的问题 乃是一种的对抗性的问题 所以保罗说到 就是有些女人是讲你对抗的 所以保罗说到 You guys should shut up You girls should shut up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你不可以用这样子的态度 如果你是女人讲自己的对抗 So Paul is actually saying to these women who were debating in opposition to the teaching And Paul is saying just shut up You should not debate like this 你可以在家里面问你的丈夫 或者在家里面告诉丈夫 然后丈夫起来发问 You can go home and ask your husband Or you can ask your husband in the church So that your husband will raise the question 就是保罗这里说的 不要把你女人这个地位不懂 就是以为自己是在神的家里面是很有 很有 equality的条件来随便讲话 So Paul is trying to tell the women that Don't think that you have certain equality, authority, opposition in the church That you can just speak as you like 就是男人之间如果有真理上的辩论 你不要看他们男人可以我女人也这样子 So women should not say that Oh the men debate So why can't I? I also want to argue 但是我知道这一点 你们的姊妹很容易去遵守的 But I know that our sisters here Will find it easy to follow this point 因为你们都是很顺服的 Because you guys are very submissive 但其实都不是顺服的问题 But it is not an issue of submission I see you don't bother to argue with guys Is that you don't bother to argue with guys Because they are too not smart Don't you think that way? I feel that way 就是所以你们有时候呢 不辩论的因为你们就是 这是塞黑 广东话讲的塞黑 So sometimes women you don't bother to debate with a man Because you think it's a waste of your breath 因为男人都是有时候 这个头脑的就是 很square 很框框的这样子的 但是无论如何 这里保罗说的话 如果你不懂神学了 你就以为真的说话都不准了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ology Then you may misunderstood Paul 说 that you can't even speak 所以十一章里面讲到 女人如果祷告或者讲道 不蒙着头就受入 这里讲到这些 基本上说话都不可以了 So chapter 11 was saying that If you pray or if you preach You cannot do it without covering your head But here it's saying you can't even speak 其实女人是可以分享也可以讲道 So actually women can share 但是在教会终极带领的地位上面呢 应该不要用女人 其实这个可以讲很长篇 第四十节里面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案就继续行 Verse 40 Let all things be done decently and in order 免得有人聚会不是收医乃是亏损 And so that people will not be Sorry 我把它吐出去 You guys having service is not for better But it's for worse 所以有时候聚会 如果你不守神的气序 So sometimes if you do not follow the order of God 你的聚会不会给你受医乃是给你亏损 The meeting will not be beneficial to you But will be disadvantaged to you 保罗继续讲下去就是 领性餐的时候呢 领的不对 So Paul continues to talk about taking of the bread 什么 有些人才有病 有些人还要死 That some people cause themselves to be sick or die 所以来到神的家里面 聚会就要 按着神家里面的规规矩矩 So when people come to meet in the house of God They must do it decently and in order 所以 最后我们用最后那个五分钟呢 谈到最后一段是很重要的 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八节 这里讲的 我愿男人无愤怒 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男人要无愤怒 因为他有权柄 就更加不要发怒 你没有权柄 你发怒 就是好像小孩子发怒没有问题 If you don't have authority But you have a show of temper or wrath Then you're just like a kid 神教你站在男人的位置 你就不要发怒 你不要去将近 要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这个是男人最美的一个将显 That men should lift up holy hands And pray everywhere That is the most beautiful picture of a man 我们看见那个 我们的Chris弟兄 We can see our brother Chris 他永远 我没有看见他发过脾气 I've never seen him throw a temper Linden在这里 Where is Linda? Is he getting mad at home? No man 所以他在教会里面 我在节几年里面 从来没有看见他发表 But in the church these few years I never see him throwing a temper I never see him in a heated argument 在一个正境的里面 He is never in a heated argument 然后他是一个代表 常常是一个感谢神的心 And he always have a grateful heart 祷告的心 A heart of prayer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弟兄的表现 然后女人呢就要廉恥自首 以正派异常为将士 不要不以偏乏王进 珍珠和贵家的异常为将士 这个也是历史上面 因为以前呢 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很有钱的女人 This is historically in the church of Corinth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rich women 他们就很喜欢在头上面 放很多宝石啊 王金啊 Then they will put a lot of decor on their hair 然后教会里面有些穷人啊 然后教会里面有些穷人啊 坐在旁边 哇 他头上 他头上这个部分已经是我十年的工资了 And then there are people sitting at church and looking Oh this diamond or pearl on her head 这样子就叫教会里面呢 其实呢这个节里的讲法是什么 So what is it saying here? 我们需要尊重这个圣洁的聚会 We need to respect this holy meeting 你知道我们的 This is the holy gathering As casual as it is 每当神的子民聚在一起呢 是一个非常神性的一个时刻 Whenever the people of God gather it is a holy time 这个时刻不是要你炫耀自己的那个有钱啊 这个美丽啊 This holy gathering or holy time Is not the time for you to show off your beauty or your riches 这个时候是我们一同来敬拜神 It is a time for us to worship God together 学神的道理 To learn God's teaching 这个时候是原则 This is the principle 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呢 骗到彼此的批评 因为很容易有一些女人穿得很名贵的衣服 So we should not do things that will cause people to criticize one another Because it is easy for some people to wear something very fancy 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呢 就不需要担心这个因为你们都没有钱 I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this in this church Because you guys are not rich 没有一个人带着rolex 没有一个人带着那个什么十万块钱的那个纸丸 如果你去一个很多明星的教会 If you go to a church with a lot of celebrities 她们就要担心节一段经文 Then they have to worry about this first 在节里呢 You can put up your best and it's still normal Okay 所以呢 节里呢 十一节 女人要沉静学到一微的顺服 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她管辖男人 只要沉静 因为现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小娃 而不是亚当被引有 乃是女人被引有 现在罪礼 这是其实 女人在教会里面做什么都好 你要记住 即使是一个 神要你做女人的顺服的代表 如果你祷告 如果你讲道 如果你说话 就好像你没有剃头 你扭头发一样 是什么 是代表着你是一个顺服的人 为什么? 节里再谈到一次 因为不是 因为现造的是亚当 然后继续是 你是第二个被造的 因为现在是亚当 神首先创造的是亚当 女人是 ショル经的 第二个被造的 这个第二个被造的 这是第二个保护就是 这个第二个保护丝是什么呢? 不是亚当受引有 乃是亚当受引有 是女人受引誘 亚当看见他的太太 其实不是太太的 所以看见他的女人 你犯罪了 我就跟你一同犯罪了 所以亚当看见女人 你犯罪了 我犯罪了 所以 因着这个缘故 女人要 pay the creation order的 respect 就是把这个创造的器序 我们要尊重神这个创造的器序 所以 如果你看见你的丈夫 你的丈夫没有你什么属灵 就很普通的 以我六十年的属灵经历 我知道很多太太都比她的丈夫属灵 很小丈夫比他的太太属灵 但是 无论属灵不属灵 身为女人的 你要知道神这个创造的器序 所以你为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还是头上带着一个 扶权病的记号 所以 no matter what a woman does she has to carry with her this symbol or mark of submission 所以 然后呢 十五节就是这个 final 讲一句 叫 然而 女人却越长存 信心爱心 又生结之所 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如果你没有神学 你怎么解释这身心 原来你生产 你就可以得救 有些姊妹是 永远可能都不会生产 这不能折救了 所以你不可以 结理的不可以 literal的看 所以你知道这句信心怎么讲 解释吗 前面讲什么 what does it say before it you come in second women you come in second 所以 这个生产的得救是 coming in second why is it second why is it second 因为第一个亚当 才胜出 才有亚下娃 他从此之后 所有的亚当 都要从女人而出 如果女人不生 if a woman will not give birth 以后就再没有亚当 then there will be no further Adam 这个是second 首先一个带出第二个 但是第二个会带出所有 so the first one bring forth the second and the second bring forth all the rest 所以这个叫mother ministry 很厉害的 so this is a very powerful mother ministry 女人最大的成就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of a woman 就是养大爱神的孩子 is to bring up kids that love God is a job so tough and so dirty no man's want to do it it is really tough to raise up godly children 因为所有将来的什么 什么亚当 所有属灵的伟人 都是从女人而出 圣经里面讲的女人 是一个homemaker 因为男人到处赚钱 所以太太女人 就养孩子 所有的属灵人 都是从女人而出 这个是second best 不就是second best second position 第二个气序要做的 虽然第一个女人 是从男人而出 但是从此之后 所有的男人 都是从女人而出 所以弟兄姐妹 保罗杰里 其实没有贬定女人 并且在西班牙书里面 讲得很清楚 男也不是没有女 女也不是没有男 其实不是女 西班牙书 各年都清楚 在西班牙书里面讲到 其实在基督里面 没有分男女的 所以这里谈到 完全是一个属灵里面的 calling 那个属灵里面的 就是什么 这个 腹灶 男人的腹架是什么 我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 照顾底下 为底下人 写命的 如果你是牧人人 你是牧师 你要为人写命 所有的丈夫都是要 为太太写命的 所有的女人 都要学会这个顺服 这个顺服不是因为 你的丈夫 配得你的顺服 这个顺服是 你看着神创造的 次序里面 你愿意成就 你第二个位置的 使命 我以前呢 最后 我以前年轻小的时候 我就想 如果我有个选择 我希望做一个女人 因为我看很多的男人 都觉得他们很糟糕 我看见我父亲 也没有好的榜样 所以我的思想 蛮像女人 但是我慢慢长大的时候 我才明白 如果你给我现在 真的要想着 There's no way I want to be a woman 一定要做男 因为女人的使命 是非常不容易 是非常不容易 是好了 Amanda呢 刚才的一集讲话 Amanda was all speaking all this time 最后她听见我讲 女人要在 序会里闭口 所以她就立刻不说话了 哪一个还说话 因为她是男人 让我低着头 Let's bow our heads and pray 亲爱的主耶稣 其实你的道不是难守的 其实你的道不是难守的 你的旨意是美好的 你的旨意是美好的 主啊 求祢给我们有这个信 去真的看懂祢的圣经 能够走在祢的旨意当中 我们真的看见 男要负起男人的责任 女的要负起女人的责任 我们一同的都是为基督而活 其实真的如希巴勒书所讲的 在基督里面 没有分男 没有分女 但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 男有男的使命 女有女的使命 让一切都归于荣耀给神 祷告这封主耶稣基督名求 我们祈祷在名的耶稣 Amen 各位同学 刚才新时 我们要补充两分钟时间 因为在提摩泰前书第二章里面 所谈到的女人 是不可以作为牧师的 提摩泰前书呢 是一个教会 是以福所教会 是那个时候最大的教会 圣经里面 有很多信约的书信 都写给当时的以福所教会 所以提摩泰也是那个教会里面的牧师 提摩泰前书第二章基本上是神对整个教会里面的托付 不是一个保罗普通一篇的信实 他是讲给教会 提摩泰怎么去管理神的家 所以下一堂里面我们会继续来看看 其实在神学里面 正统神学里面的讲了 女人是绝对不可以作长了 但是我们又为什么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女牧师呢 为什么在中国里面也有很多牧师是女牧师呢 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神学的讲法 然后我们能够看看怎么去平衡 所以我们不会成为一种一层不变的一种的教条 一层不变 但是我们也不会太自由派的成为liberal 所以神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怎么去平衡它 这个我们在以后的课情里面 我们会继续不断不断地讲 但是这一个是刚才我们没有讲完的 就是我相信有大家很多的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内心地等到下一课 I hope that you can all be patiently waiting for the next class